去日本就穿和服 去泰國當然是穿泰服 原來上身是一塊布 用扣針扣著就穿到一件衣服 HELLO 大家好 我是Venus 今天來到第二天 我們現在去體驗一下泰國 今天來到哈佬布吉 現在我們上去看看是怎樣的 還要上幾級樓梯在這裡 搞笑 幫我們穿衣服的姐姐 她是很懂說國語的 所以穿衣服溝通是沒問題的 我問過她是泰國人何時穿泰服 原來她說是結婚的時候就會穿泰服 這次我們也是預先在KLOT訂的 每位是$148一位 這間泰服體驗店是位於舊城區 原來在這裡選擇顏色 這間泰服體驗店是個綠色的 很多顏色的 然後有些金閃的 然後有些是直色的 有些沉色的 有些穿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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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些頭痛 有些穿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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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這樣 看看我去 認識一下好嗎 就這樣 就這樣 很愁著 有些小朋友 我發現綠色這套穿上去也很漂亮 我想說泰服是比穿黃服舒服很多 絕對不會摘著胃 可以瘋狂吃東西 原來這間泰服店不大 大家看到也是有這麼多條裙子 給你選擇 但它推薦你選擇同樣色系的一套 好 現在選好了 等它換衣服 還有這些是腰帶來的 哇 那些腰帶很漂亮 這些就是上身內塵那塊布 然後外面的塵是金光閃閃的 哇 這些豬豬有很多豬 這個也是很多豬 超漂亮的 這些衣服 全部都有金絲 這些臨妝的腰部 這支手袋 被你租拿出街 這支手飾帶了上去華麗多 然後就來設定頭 好 幫你穿衣服 這位姐姐還好有心機 耳環是用夾的 所以沒有耳洞也不用怕 下次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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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男裝就是這樣 然後現在下狗屎那麼大 吃東西我們就隨便進去一間店 看看有什麼吃 就來到這個B8NN90 但是呢 它的菜單很搞笑 就要有中文 有平平安安 裏面有魚 那裏面呢 裏面還搞笑 有萬事如衣 很中國式的 但是它吃的東西 並不是吃中國菜 它是吃關於類似的尼泊爾 它這些有曼頭和咖喱 但是看到那個曼頭也不吸引 那除此之外呢 它其實還有東西喝的 哎 是不是怎樣 加蘋果 它這間餐廳的廚房呢 很有趣的 是對著條路的 在門口裡 我想說泰國進去每一間餐廳 食物都是很好吃的 泰國拉茶 然後我們點了這個普宇奇餅 然後呢 有一塊薄餅給你包著 哇 原來這裡有蝶條 瘋狂吃蝶條 差不多了 它是 蜜糖青檸 這個是榴槤 然後這個是焦糖果 這間cafe是很美 很精緻的 手手進來打卡 因為外面實在太大雨了 脆水 我不想吃的 為什麼榴槤卡還會愛上榴槤 這次太浮體驗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影片 就like這段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follow我的IG 拜拜 原來附近有間廟在這裡 不過我們今天是已經關門了 還有可以在這間花花cafe打卡 這間廟只是走五分鐘 所以很方便的 由於沒有著大雨打卡 所以沒有拍片 在這間花火裡 在這間花火裡 在這間花火裡